炳姐妹,今週我們進入到在神經倫中,神的恩典 第二篇,經歷神在他經倫中的恩典 我們請留意,在這個總題裡面 當我們交通到神的恩典的時候 是為著跟神經倫的完成有關的 所以當我們講到神的恩典,是在神經倫中的恩典 來到第二篇,就講到如何來到經歷 第一篇,還在我們需要得著啟示 漢見,生日中,關乎神恩典的認識 來到第二篇,就我們來經歷一下神在他經倫中的恩典 所以第一大點,就讓我們重新再來體驗 到底神的永遠的經倫是甚麼呢? 第一大點就講,神永遠的經倫是要得著一群人 使三一神能夠將他的自己分次到他們的裡面 在他們的生命和一切 好叫他們能夠與神聯結為一 被他充滿佔有 在地上與他成為一個生機的實體 作基督的身體 就是召會 使神能夠得著團體的彰顯 在這裡引用一下以復所書第一章三到二十三節 在以復所書第一章十節下,那裡就說 為了時期滿足時的經論 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 都在基督裡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那一章十節這裡就說到神有一個時期滿足時的經論 那這個經論如果我們從以復所書第一章呢 我們會看到在這裡有三一神,有神聖三一的分次 有父在他簡選和預定裡面的分次 有子在他救贖裡面的分次 還有那靈印記和那個貧值的分次 然後到這個以復所書下一章十七到二十一節那一段 就給我們看見這一位復活升天超越的基督 有那四重的能力 那這四重的能力有復活的能力 有升天的能力 還有他使萬有歸復的能力 第四是他使萬有歸一於一個元首的能力 神聖三一的分次 再加上基督這個超越能力的書公 結果就產生召喚 召喚是他的身體 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這一個就是神永遠的經論 神要得著一群人讓他自己分次到裡面 很叫他成為他的身體,他的彰顯 所以第一章點就說 整本聖經有一個中心事 就是說我們讀這本新約舊約聖經六十六卷 要將一條中心線讀出來 就是神永遠的經論 那保羅寫到以忽所書的時候 十節他說這個時期滿足時的經論 這個時期指著在歷世歷代 包括列祖時期,律法時期,恩典時期 環有這個國度的時期都是為著一件事,神的經論 然後以忽所書三章九節在那裡就說 他說歷世歷代隱藏在這一位創造萬有之神裡面的奧秘 有何等的經論 所以說到這個經論的時候 就跟神在歷世歷代下從已過的永遠 直到將來永遠,神要得著的有關係 第二重點就說,我們要解經 就應該嚴格受這個中心線來管制 就會受神永遠經論來管制 並在祂的光照之下 引用的聖經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當主復活往二馬五師的路上 他挽回這兩個門徒的時候 主就將聖經向他們解開 這裡就說主怎樣解經 主解這個《舊約聖經》 《摩西的律法》《新言者的書》《詩篇》 都是指著那些關於主自己的一切事 《凡經》上指著基督的主就在那裡解開 解經是有中心線的 今天我們在新約裡 我們的解經是以神的經論作為中心線 我們都要專注強調供應 這件事就是神 新約的經論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為了神經論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個人的 但是我們這個個人的生活是為了整體 為了團體神經論的生活 在這裡有一段話 他說我們考慮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為了我們個人的利益 甚至當我們說到主的在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關注的就是 我能否得著掌賞或者會受到懲罰 我們不太想到關乎神的經論 但是兄姊妹 基督為我們死 是為了完成神的經論 基督救我們 是為了完成神的經論 祂活在我們的裡面 亦都使我們能夠為了神的經論 而活在祂的裡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單是 照會在基督的身體 我們還是基督的國 神的國 這一切都是乃是為了完成神經論 我們必須看見基督徒的生活 乃是為了神經論的生活 求主開我們的眼睛 主呀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要連於神經論的生活 好了 來到第二大點 我們就是加拉太書六章十八節 那裡講 弟兄們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與你們的靈同在 兄姊妹 留意加拉太書 是保羅很早期的著作 主後五十四年的時候 在當時信徒們受打測 偏離基督 轉回到律法 保羅寫一個加拉太書 頭兩章他在那裡一再啟示基督 要將新約的信徒帶回到基督裡面 好了 到第三章到第六章 後面的四章聖經 保羅就從經歷上 將聖徒帶到靈裡面 一面我們有基督的啟示 再往前的我們需要在靈裡 對這位士靈的基督有經歷 好了 到加拉太書六章 最後一章結語的時候 保羅就說 他說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與你們的靈同在 這裡很清楚說的 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是在哪裡跟我們同在呢 乃是在我們的靈裡面要我們同在 第一重點是神經論的標的 這個標的英文是mark 就像我們射箭 射的紅心點那樣 原來神經論的紅心點是什麼呢 就是基督今天乃是在我們靈裡面 知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這個啟示出神的恩典 不是僅僅外面的祝福 外面的眷顧 那一切過去也能夠拿走 但是今天神經這個恩典 就是基督在我們的靈裡 我們這一群有重生的靈 有那靈內住在其中的 這個中心點就是神應許之福 所以在加拉提書三章十四節 保羅就說 他說為叫應許給阿伯拉罕的福 在基督耶穌女 在新約內下 可以臨到外邦人 就是我們這一群信徒 使我們能夠直接信 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在舊約神應許阿伯拉罕的 今天這一切的福分都在靈裡面 我們需要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就是包羅萬有之靈 全備的供應 就是肥立比書的一章十九節那裡說 耶穌基督之靈 給我們有全備的供應 今天這個靈是與我們的靈同在 這個就是恩典 好來到第二終點 耶穌基督的恩 這個六章十八節說 就是這位具體發生在子內 又實化為次生命之靈 三一神 帶給我們有全備的供應 藉著我們靈的運用 讓我們能夠來享受 在這裏引經部分 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 臨前十五章四十五節 就說到主兩個的成了 第一他説成了肉體 就指他的成肉生 到臨前十五章四十五節 末後的阿當成了次生命的靈 第一個成了就是 副具體發生在子內 第二個成了就是 這位子實化為次生命的靈 結果提后四章二十二節 也是提摩太后書最後一章最後一節 願主與我們的靈同在 願恩典與我們同在 Amen 主在這裏 主就是恩典 我們就是靈 Amen 所以恩典在哪裏與我們同在 恩典乃是在我們的靈裏與我們同在 腓利門書最後一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與你們的靈同在 所以兄姐妹我們要認識 不單止認識恩典 我們要認識今天恩典在哪裏 恩典是在我們的靈裏面 所以第三小點就說 我們的靈是我們可以經歷恩典唯一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不在靈裏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經歷恩典 經歷恩典唯一的地方是我們的靈 我們要領受恩典 享受恩典 我們就需要轉向我們的靈 所以我們要有經歷 我們的經歷離不開那靈 我們要轉回靈裏 留在靈裏 以主作我們的元首 作我們的軍王 我們需要尊敬他的地位 尊崇他的權兵 看見詩恩的寶庭是在我們的靈裏面 如果穿這個寶座 我們就能夠受年晚 得到恩典 還有應時的幫助 第三重點就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應該成為靈裏 接受 還有享受 我們主恩典的人 那頂才會留意一下 第一小點說 原來接受基督這個恩典的靈 是一生之久 持續是不斷的事 所以約翰福音一章十六節 從他的風門來 我們都領受 而且恩上加恩 恩典再加上恩典 英文是grace upon grace 所以我們接受這個恩典的靈 不是一次的 我們一生之久 持續不斷 享受恩典 再加上恩典 再加上恩典 直到啟示录 最後一章 最後一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與眾聖徒同在 Amen 享受啟示录 當使徒約翰 講到真是這麼高啟示的時候 始終講到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的時候 保羅知道我們所需要的 是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一生之久持續不斷地供應我們 日復一日 應當有一種美妙的神聖傳書在進行 就是神全備的供應 恩典的靈 我們不斷地接受恩典的靈 我們可以看回加拉太書 第三章 就是保羅將信徒們 從基督的啟示 帶進那靈的經歷裡面 他就問了 你們接受了那靈 是本於行律法 還是本於聽信仰呢 你們是這順無知嗎 你們既靠那靈開始 如今還靠肉體成全嗎 第二節和第三節都是完成式 已經接受了那靈 已經靠那靈開始了 到第五節說 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的 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的呢 在那個時態裡面 正在 在這個現在式 還在進行中 所以在這裡一面下 我們已經接受那靈 我們已經靠那靈開始 但是我們還要日復一日 天天接受 這個那靈 豐富的供應 就是在這裡有一種 美妙神聖的傳書 就像福音三章三十四節 耶穌就說 神所差來的 就算是神的話 因為他次那靈 是沒有限量的 他次那靈 它是一再的次 一直的分次 將這個那靈 沒有限量的分次給我們 所以鼎姊妹 我們要向這個屬天的傳書 闖開自己 我們藉著什麼 操練我們的靈 祷告 還有呼求主耶穌 哦主耶穌啊 所以貼前 五章結語的時候 保羅就說到一些生命的操練 他說我們要常常喜樂 那常常喜樂的路在哪裡呢? 不住的討告 unceasingly pray 凡事來到謝恩 他說因為這一個就是神 在基督耶穌內對我們的旨意 在這裡說到不住的討告 凡事的謝恩 常常的喜樂 意思就是我們操練我們的靈 Amen 當我們在那裡討告 在那裡呼求的時候 我們的靈就得操練 自然的我們就凡事感恩 就常常喜樂 那羅馬書十章十二節 他說我們眾人同有一位主 他對一切呼求他的人 是豐富的 哦頂佔我們不單止 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我們還要天天的經歷這個救恩 天天的取用這個豐富 哦主耶穌啊 哦主耶穌啊 讚美你 呼求主名的 都是他對我們都是豐富的 凡呼求主名的 我們在各樣的環境中都必得救 那好了 到第四小點 我們接受享受這位經過過程 終極完成的三一神 作我們的恩典 逐漸的我們就在生機上 与他成為一 他成為我們的構成成分 我們就成為他的彰顯 那在那個臨後 一章十二節 保羅提到恩典的時候 他說是我們的良心見證 我們是憑著神的單純 和純誠 在世為人 不靠屬肉體的智慧 乃靠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 作到保羅的裡面 成為甚麼 成為他的單純 成為他的純誠 結果保羅就將這個彰顯 在哥林多人的中間 到臨後十二章九節 主對保羅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在軟弱的人的身上 顯得完全 所以保羅說 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 很叫基督的能力浮備他 Amen 保羅在這裏經歷主的恩典 得著主的能力 Amen 好了 這裏生命讀經有一個例子 他已經說到 他有一位已經結婚的姊妹 有脾氣上的難處 他實在希望 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好妻子 好的母親 他厭惡自己的脾氣 但是他沒有辦法勝過這個脾氣 那解除這個困擾 最好的路是甚麼呢 你不是討告主 求你的脾氣改好 反而我們就是簡單的 運用我們的靈 更多呼求主的命 當我們這樣的呼求 我們就吸入主的屬靈的元素 征服我們的脾氣 享受主最好的路 乃是主耶稣 頂子妹 我們沒辦法從呼吸來到畢業 是吧 我們甚麼時候一停止呼吸 三分鐘 我們就沒辦法繼續生存下去了 照樣的 屬靈上 我們如果停止呼求主的命 我們在屬靈上 也都沒辦法活下去 我們何等需要呼求主耶稣 讓我們能夠享受主 作我們的恩典 頂鼓了 我們藉著呼求主耶稣 我們天天在這裡 有這個屬靈的呼吸 接著我們來到下一個大點 就是第三大點 那裡就是臨前十五章十節 那裡講 他言而恩在神的恩 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 因為神的恩 臨到我 不是徒然的 反而我給眾使徒 隔外的勞苦 但這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與我同在 在這裡 保羅前一節就講過 我原是使徒中最少的 不適於稱為使徒 因為我迫不過神的召喚 那麼到第十節 他就三次的提到神的恩典 提到神的恩典 那麼請留意 臨前十五章 其實是講到 耶稣基督復活的一章 也都講到 主在祂復活裡 這位末後的阿當 成了次生命的靈的一章 那麼在經歷上 保羅就講到 祂是恩著神的恩 神的恩臨到我 神的恩與我同在 原來這個恩典 就是這位復活的基督 成為了次生命的靈 再復活的裡面 這位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帶到我們裡面 在我們的生命 生命的供應 叫我們能夠再復活裡 來到活著 恩典是什麼 三一神成為我們的生命 和一切 大數的素來源是 罪人中的罪魁 這個是在提前 一章十五節 保羅自己講 他說我在罪人當中 我是一個罪魁 但是在臨前十五章 他是恩言而下 他是恩著神的恩 我就成了我今天 這個人 到一個地步 他成為真是最前面的使徒 要被眾使徒隔外的勞虎 好,第三小點 保羅靠這個恩典 而有的即時和生活 就是他對基督復活 無法否認的見證 所以保羅不單止在道理上 在字句上 見證基督的復活 保羅他活出基督的復活 這裏臨後一章十二節 就講到保羅 他說我是靠神的恩典 來憑著神的丹順 和順性 在你們的中間 來恨事為人 那這裏就講到 保羅是靠著神的恩典 來盡即時 盡即時 他的服事 源於神的恩典 臨後十二章九節 當時保羅自己身上有一根刺 三次求主 主並沒有為他挪開這根刺 但是主對他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 所以在這裏我們就看見 保羅是靠著這個恩典 來過生活 一面他的生活源於恩典 另一面他的職事 靠著恩典 Amen 保羅就成為基督復活的見證 好,第二終點 臨前十五章十節 他説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典 而在加拉太書下 二章二十節 同樣保羅也説 他説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如果我們將這兩節聖經 擺在一起的時候 臨前説到乃是神的恩 加拉太書就説到乃是基督 所以這裏 基督自己就是神的恩典 神自己藉著使徒來作供 第一終點就説 他説推動使徒保羅 並在他裏面運行的這個恩典 其實就是一個活的人為 恩典乃是一個人為 就是這位復活的基督 父神具體化身 成了次生命的靈 住在使徒的裏面 作祂的一切 好叫祂能夠真的成了 成為祂今天這個人 好 而這個呢 也都是保羅寫 肥立比書末了四章 第十三節的話 那裏他説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 凡事都能作 在那加我能力者 因為加我能力者 就是指著 復活的基督 成為了次生命的靈 在這一位復活基督的裏面 保羅經歷他得著能力的加強 好叫他能夠凡事都能作 在那裏活出基督 這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的恩典 歷世代以來 每一位有活力的主仆人 都有這一位復活的基督 活在祂的裏面 我們能夠見證神的恩 活在我們的裏面 使我們能夠作我們自己 絕不能作到的事 我們可能遭受迫不反對 可能受苦 但是感謝主 我們有復活的基督 在我們的裏面 越遭反對 越有活力 越有動力 我們必須宣告 在我們的勞苦中 不再是我 乃是神的恩典 與我們同在 那頂子妹 今天我們未必會經歷 保羅那種的苦難迫白 但是當我們在這裏 實行神靈靈的路 為了建造基督的身體 我們在生 我們在牧養的時候 我們同樣會經歷灰心 經歷挫敗 會經歷失望 但是感謝主 復活的基督 在我們的裏面 祂成為神的恩典 供應我們 叫我們能夠成為我今天這個人 叫我們能夠繼續的勞苦 所以在臨前十五章末了的時候 保羅就說 頂門 我們要在主女堅固 不可遙動 要知道我們在主女的勞苦 不是徒然的 因為神的恩典與我們同在 好 來到最後一個大點 這個就是 《彼得後書》 三章十八節 這個是《彼得》整個著作 《前書》五章 《後書》三章 最後一章 最後一節 《彼得》就說了 他說你們要在我們主 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上面 來長大 《彼得》的結語 就是鼓勵信徒們 雖然在苦難中 在迫伯當中 在神行政下的時候 他們需要長 但是他們怎樣長大呢 他就說他乃是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上面來長大 所以恩典和生命有關 《彼得》一起手 《彼得》就說 他說神已經將一切關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彼得》一切關於永遠生命的事 到第四節他就說了 他說直在者所應許 我們得有份於神的那個聖情 所以我們得罪神的生命 得罪神的聖情 到結語的時候 彼得就說 他說我們要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上面長大 願榮要歸與他 從現今直到永遠之日 阿門 好 第一重點 他說恩典是什麼 三一神 在我們的裡面 作了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所以在這裡 說到在恩典上長大 就是我們要長 在這個生命供應 內裡的源頭上面 所以在《彼前》五章十節 他說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 神的恩典不僅僅僅夠用 神的恩典是一個全般的恩典 他說這個恩典從我們蒙夫朝 直到我們進入永遠永耀 這個恩典一直在我們身上加真 就是彼得所說 要在恩典上長大的意思 從我們蒙夫朝 就是我們得救 直到我們得榮 進入永遠永耀 整個的過程 就是一個在恩典上長大的過程 Amen 好 第二重點 恩典就是這位神 經過神肉體 死 復活 升天的過程 那麼今天 這一切的過程 這一切的恩典的元素 都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能夠與祂成為一 所以 肥立比書 剛才說到在那加有能力者裡面 我們是要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在恩典上長大就是神在我們裡面加真 生命在我們裡面揚一 恩典就是神捐贈我們 留在我們的裡面 好叫我們能夠與祂成為一 我們需要在這樣的恩典裡面長大 正如三章十八節 他說 願榮耀 歸如他 神得榮耀 從現今 直到永遠之日 哈利路亞 這個在恩典上的長大 叫我們能夠 真是進到 永遠的榮耀裡面 好 那麼 這篇信息就連於特會標如一 那麼在這裡說一下 在我們靈女 接受基督這個恩典的靈 是一生之久 持續不斷的事 哦 入伏一日哈 弟兄姊妹 天天我們都应當有一種 美妙神聖的傳書 在這裡進行 三一神 全被供應恩典的靈 我們要闖開 操練我們的靈 回到我們的靈女 呼求主的名 不斷的 接受這個恩典的靈 嗯